大概真的沒有任何一個秀會讓我那麼想買一件二戰飛行夾克來穿 在三月中剛完結的空戰群英 and Masters of the Air 倒出了這些勇者明明知道每天飛上去即是生離死別 但卻還有一股大無謂的傻境 紅燈一閃就要去挺機棚報到 真的好家在了 在基地裡面只有少數幾位紅石自會女兵 不然在酒吧裡面真的有說不完的傳奇故事 感覺妹子都要被他們罷光光了 然後比殺德軍還殺得挺腳不留 從演員的說話語調服裝髮型 到他們的生活工作場域仔細去查都有細細考究 簡單來說那就是代入感真的比我預期的好 上個月前五部一上架 看完心動到直接做一集 和大家介紹第100轟炸機大隊的歷史 主要的也想探究說他們傷亡並非最慘重 頭彈數里程數也並非最多 但為何會被阿批博等人看上 我記得那時候誇歸誇之餘 也故意留給自己一點後路說 後面有滿高的機率會後繼武力 所以還是等3月中全部上完再來總評 結果還真不出我所料 如果想聽我對這阿批博二戰經典第三部曲的點評 也請記得待到影片最後 這個B17引擎真的有夠他長的性感 主要以哈利克勞斯筆上銷在1993年的回憶錄 A Win and a Prayer為藍本來撰寫 中間步伐有因為戲劇張力而做的改動 所以不想用寫不寫實來框住的感覺在 Diss這齣戲 反倒想來談這些真人真事改編 非二創了些什麼 是往好的方向喔 還是... 喔幹明明現實更精彩了 編劇是在幹嘛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劇 一個講真的軍事別丟啊 來各位說說 你以為很遠就其實很緊的事 查二戰人之士調查那麼久 學到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得不服老外他們對資料保存的完檢度 我有在昨天的故事主角群 第100轟炸機大隊他們的粉專 不只每位你可能記不住就去了的角色都是真有其人 連龐之小角色 沒錯 自揮定義上的小角色都有文獻記錄說他是誰 前面出現的對象吉祥物也是真狗真事 劇中是在格林蘭隨便撿到的一隻哈士奇 就直接和組員一併抵達英國的索普阿布茲基地 第一集雖然暗示說是墨鏡哥德馬克三位的高高 但其實這說法不太正確 因為米伯肉丸的真實故事 是沒有確切的主人 嚴格來說應該是隸屬於第100轟炸機隊 這個大家庭的 大家都會輪流照顧摸摸他 品種是哈士奇無誤 但發現地點 應該是其中一位組員 從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區帶來的 而他談完的個性 他還有曾經殺掉附近農場主人的一隻雞 好家在的是主角伊根 賠錢了事 不然保暖的狗皮就要不保了 靈眼乖狗狗就這樣待在空軍基地 直到大戰結束 另一個冷知是 我現在養的台灣圖狗名字 也是借鑑二戰曾經服役過的軍權媒 講難聽一點 我就算掛了留下的紀錄 也沒有二戰名犬齊全 洋人在百年前就真的貫徹了 狗狗是人類最中心的好朋友這件事 人類的部分 可以發現在選角方面 沒有像前作洛曼將那麼忠於原型 就拿兩位男主角維莉 和現實樣貌的差很大 感覺都套上了好萊塢濾鏡 50%的完美顴骨和笑容 這點也被我朋友調侃說 你這樣不是為了飛行夾克 或是他們翱翔天際 才覺得帥吧 根本只是因為過於對稱的五官 最後主要開掛的小羅機長 Rossendorf也硬尬上了鬍子 單純為了在眾多雷同制服中給出一點區別 由愛爾蘭籍演員巴瑞克跟所飾演的 柯提斯比迪克中尉的角色在劇中前期表現最為鮮明 演員眼活了紐約人又一一說一的直爽精神 直接屌打英國聲勢的那種 然而這是劇本的一大篡改 現實中的柯提斯是來自威斯康星州 兩地差了2700多公里 他可能和距離有相同的乾淨 但異山大部分住在中西部和紐約真的沒什麼交集 為何偶爾要做這樣的改動呢 有網友猜測可能是紐約的布克林的口音 比較方便外籍演員去揣摩 和前輩的洛曼將也相同 那玄角清以色的幾乎從大英帝國內招募 真的你有空沒事去搜一下訪問影片 十有八九你會發現 噢幹原來這個演員現實中說話掉掉 語法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看反正就一堆百人在天上飛就對了 口音倒不到地感覺是隱語系國家 然後美國本地人才會察覺到的 講話是陸港槍改成海陸槍真的先不用爭辯 但組員角色的死亡時間總不能給我亂掰了吧 在影集空戰群影第五集的喬色輔迴 小明的泡泡哥Bubble 在執行轟炸明斯特的任務時喪生 主角群之一的雲記哥克勞斯比 也因此深陷了自有離世的黑暗漩渦咒 同樣身為導航員的泡泡確實有為國捐軀了 嗯… 只是時間點應該是在整整六個月以後 沒錯 並非劇中所飾演的1943年10月 老實說根本沒有記錄他有參運蠟場 只有一機回來的任務 泡泡哥的證實KIA時間是來到1944年4月 在一場針對法國北部索特瓦斯的空襲中喪命 會故意提前六個月將泡泡給穿泡 很大的原因我覺得是為了加速了克勞斯比角色的成長歷程 影集已經來到中間點了 所以勢必要下猛藥 來加深我們的觀音體驗 像是第四集往布萊梅的任務吊了巴克 伊根則是在隔一集非自願性空降至德國上空 在有接不在的劇情安排會加重唯一在陸地上的克勞斯比負擔 就順順看是大家也不會刻意去查證的劇情催化劑啦 反正這也不是同批血手第一次把某些角色給莫名提早進棺材了 真心要感謝Apple TV的國外和台灣有同步上映這齣戲 不然就要靠鯊魚爸爸牽流來帶你走出困境 上班一天我回家有時候連娛樂系統都在和你作對的感覺 我記得之前一樣是經典戰爭電影搶救雷恩大兵 國內外就差了數個月的上架時間 沒辦法你訂閱的Netflix等跨國OTT服務 有時候因為地區限制就無法看到完整的片單 像提前追劇是比追女生還困難的任務 還好一切連上surf shop VPN後機能解渴 有幸遇到一位在做自安的大哥 一聽口音就知道不是台灣本地人 聊起來才發現客戶是對美國國防的相關業務 看到他的手機密碼索和email的安全認證級別 真的不在同一個維度上 有提到說使用VPN對於一般百姓而言 真的是你我現階段能做到的最基礎保障 我知道 談錢就傷感情 所以如果你還沒快轉的這一part 這邊有折扣抱你知 鯊魚爸爸要給你買越多賺越多的專屬優惠 立即點擊影片下方和置頂留言連結 輸入我的代碼Mass Game Night 今天獲得免費3個月 全數方案30天內可以無條件退潰 不過你第二話 再度感謝surfshark 在黃標席道時依舊無理不清 影機空戰群音刻意改動或忽略的點 真的讀不勝數 這令人痛心的就非他們的空戰環節莫屬 不是像上邊說的 因為組員有去無回的心在痛 而是靠北的是 有超多經典上空橋段被這樣草草帶過 不該用1.25倍數快轉的地方都被快轉掉的意思 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如同前面提及的 第四集只呈現了八顆未能返回的橋段 飛往布蘭梅的任務遭到刻意忽略 完全沒有畫面 想讓觀眾以為那綠唇的聲音就這樣不告而別了 後來想一想了 這樣安排也算滿機制的 讓觀影者可以和當時第一線作戰人員共體時間 體驗自己戰友生死未卜的心情坎坷狀態 其實觀眾都可以用手機去查說 某個角色會不會復活 根據美國航空博物館 存有巴克他自己的報告書回憶到 他的飛機硬撐到最後一刻不得已的狀態 才終於給綠燈跳機 結果巴克不只給我縱聲 跳入德國敵人的地盤 還是直到第三帝國的心臟 一個德國農夫家裡的客廳內 安斯跟天底 二話不說就搬出甘草叉 抵著巴克的喉嚨 直到德軍趕到 不依介紹每位左援遭擊落或背負的情節 當然合理 以敘事的角度來看 如果太過重複說 遭飛機遭飛機 蹲下去蹲下去我倒倒過去 一般觀眾會看得魯煞煞 會心想說 我們現在目的地在哪裡 上述的布萊梅和後期 只有一機回歸的明斯特任務 其實只是第100轟炸機大隊 史稱Black Week暗黑洲的冰山一角角而已 現實從1943年10月8號至1943年10月14號 第八航空隊還有陸續飛了超多英勇士機可以吸彈 其中的黑色星期四最為慘烈 目標又是軸塵場中型 是來因福爾特 總計有291家空中堡壘 從英國各處基地起飛 能順利抵達德林空的 屆時機隊數量已降至257 面對各種攔截機和防空火炮干擾 能真正再返回海峽壁端的 只剩下197架 其中還後續在降落過程中有物價墜毀 17架直接因為損壞過於嚴重而報廢 損失殘重到連工業實力強大的美帝 第八航空隊都被迫暫停一個多月 對第三帝國腹地的轟炸任務 可能是因為去炸第二次了的關係 所以影集編劇也選擇省略掉這部分了 因為老師上課感進度被刻意刪減掉的還有 幾乎接下來整個1943年11月 至1944年2月這段區間 和尚在睜開眼 已經是電影The Great Escape的逃獄的時間點 這中間四個月第100轟炸機大隊 絕對不是閒閒沒帶子 包含試圖在登陸前奪取完整滯空拳的最偉大的一週計畫 Big Week 沒錯 就有點難過的是 傳奇的D-Day在影集中被碎過去了 可能只有不到30秒的出場時間 炸羅曼地地區附近的堡壘 橋樑 納粹引以為傲的西牆防線 乃至於阿登森林內的德軍通訊管道 都有經第100轟炸機大隊照料過 連我們後期主角的小羅機長 第一次遭擊落也是落在這時間段 但影集裡面只呈現他在1945年 德國上空的那次失足 小羅在1944年9月已經先在法國上空 搞斷了自己的手臂和鼻樑 經過數個月在只有法國的凱瑞下 才終於又返回部隊 所以影集等於是將此經歷和遇到蘇聯老的第二回合 給融合在一起 說到這邊大家應該也有感受的出來 我覺得空戰群音的最大敗筆是什麼了吧 就是你整個後面把歷史時間軸調成1.75倍數再看 我真的不行 在看前幾集時就有發現這劇很可能會這樣出軌 因為從預告片裡面所展示的 你就可以大概去推敲說 還有哪些片段還沒上 然後越看越不對勁 總共才9機的迷你電視劇呢 為何演到一半多了還在給我1943年 後面的盟軍大登錄 塔斯科基飛行員 戰斧營故事線 你要怎麼兼顧 答案就是真的很難 重點是 到底是誰通過了 都到倒數第二集囉 我們還要再重新認識一批新的飛行員的劇本審核 就算實質上故事線真的有交錯 而且老實說在處理種族隔離問題上也沒有太油膩 好喝 但你怎麼期待觀眾會馬上投入感情 你能想像的 洛曼將因為101空降師說個 Oh hello second arm 於是乎我們的編劇 第三集插出去 講個20分鐘有關第二裝甲師的故事 而且推輯到原本鋪設好的故事線 感覺都無法完整交代 最快禍首的就是克勞斯比在牛津大學所遇到的女軍官 算是本劇中比較緩和的曖昧故事線 中間還暗示了她可能是在英國情報單位工作的人 但最後這條線不知道是被編劇遺忘了還是怎樣 這個不大不小的角色 對整體劇情推展就沒什麼幫助 大家不覺得姐妹座諾曼將 太平洋戰爭的完整性都比較足夠嗎 前者是跟著散兵團一路停進第三帝國的心臟 一條主線慢慢打 而且真的只專注在一幫兄弟臉上 太平洋戰爭勉強有跳島計劃的脈絡可遜 雖然角色場景屬性有時候過於重複 也有不少次被迫抽離回澳洲去修養修養 但基本上我還是給了你從訓練到回家翻PTSC的 完整角色成長 但我們今天的主角第100轟炸機大隊了 角色人數眾多 從跨二戰兩年多的時間 場景又更為磅礡 所以老實說真的要處理得乾淨俐落也很不容易 大不了去看紀錄片還比較乾脆一點 結果整個劇上完Apple TV立馬就有更新了計時的版本 怎麼感覺是一個線上伺服器更新DLC的概念 最後總品如果以二戰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來說 不管是電影特效啊服裝演技乃至於配樂啊等等 絕對依舊是目前業界的零頭羊 我和朋友們都蠻驚訝的 阿P伯和湯姆叔叔過了快20年 They still kind of got it 包刀未老啦 那個空戰場景呢 的確倒出了飛行員在幾萬英尺上空任人宰割的悲劇 而且我儘管罵鬼罵的 最後所有主要角色的大合體 伴著雲才的B29 我一起飛翔未來 好啦還是有被那種英雄的愛國主義 可以感受到一咪咪 只是總感覺還是少了那麼一味 我對這些角色沒有投入太多情感 還是主角光環開太大 導致無法產生共鳴 可能是要多看幾次了才會有解答 也期待大家在下面說說自己的看法 因為波特的畫面時刻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每次到五天一定會有雙新影片 所以都歡迎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還有一個批讚斗內的平台 有180多位觀眾朋友 讓我成學大神 因為頻道調性的話 我們不要引力問題 所以超級感謝在我身旁的英雄榜單 願意接受麻煩的見面 抖出自己的辛苦錢 如果喜歡我的離奇幽默感 和軍事亂硬和交雜的冷知識 一個人一個月一杯咖啡斗內 會發現我們離最低基本息子 基本工資將從明年1月1號起調漲 啊 離新加母表再跟你靠近一點 想說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所以我們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